好几个月不见,我儿子好像长高了 包成这个样子,估计亲妈才看得出来是她 今天呢,是芽芽一个人第一次坐飞机 所以我也非常的紧张 航空公司它有一个服务,就是未成年的小朋友 她可以有一个陪伴照顾 这个服务呢,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签署一些文件啊,提供一些证明啊 所以比较麻烦,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台湾的旅行社几乎都爆了 都很忙碌,所以呢,有些旅行社他就不太愿意接这个业务 我们也是找了好几家旅行社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我要坐高铁,也就是动车 去广州机场接那个在台湾让我牵肠挂肚的男人 因为大陆那个很大,那他时间呢会很长 有时候动车甚至要坐七八个小时 考虑到这个时间因为很长,大家肚子可能会饿 所以呢,他允许大家在车上吃东西 我是第二次坐动车,因为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坐动车 那这位置还是蛮宽敞的 嗨,大家好,我是静静 我现在在动车上,早上七点钟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到广州机场 那全程呢,一共有520多公里 要坐四个小时的动车,再加上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看着窗外这迷人的景色,稍稍缓解了我既紧张又焦虑的心情 人到中年,总觉得这时间就像这动车飞驰而过 一转眼,我回来已经有四个月了 分别这么长的时间还是第一次 回来四个月,似乎一直在忙碌着 已经许久没有一个人督处了 人在人生中每个阶段追求各有不同 十岁的时候,追求的也许是一百分的四卷 二十岁的时候,追求的也许是永恒的爱情 三十岁追求的可能是事业的成功 等到四十岁,你也许会突然发现 人生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每个阶段都有该撞的南墙和应得的礼物 既然不能四十顺,也就不必谦谦解 生活嘛,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不用攀比,不用嫉妒,更无需强求 各有各的归州,各有各的渡口 我只想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就好 为平站,到了下车的旅客 请带好行李物品,有序下车 下车时,请留意车门与站台之间的空气 照顾好老人和小朋友 思绪还在飘荡着 一转眼,动车却已经驶入了广州的地界中 窗外的景色也从宁静的乡村 转化成了繁华的都市 广西跟广东,虽然是两隔壁 区别还是很大的 曾经有台湾朋友跟我说 你们大陆对时间跟距离的概念 实在是太夸张了 相隔好几百公里,竟然也说是隔壁 因为在这里,动车两三个小时 叫做还好 如果动车一个小时,那叫很近的距离 下了动车,走快捷通道 可以直接到地铁站 我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 才能到广州机场 一路上真的非常赶 我现在终于到机场了 刚刚真的是超紧张的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在大陆这边坐地铁 我在台湾也很少坐地铁 所以我在买票的时候 花了我20分钟 我才买到票 而且刚开始还买错票 我真的很怕赶不上 幸好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她还没有出来 今天是芽芽一个人第一次坐飞机 所以我也非常的紧张 航空公司它有一个服务 就是未成年的小朋友 她可以有一个陪伴照顾 这个服务在买票的时候 就要签署一些文件 提供一些证明 所以比较麻烦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台湾的旅行社几乎都爆了 都很忙碌 所以有些旅行社 他就不太愿意接这个业务 我们也是找了好几家旅行社 才有一家旅行社愿意 帮我们订这个票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跑到高雄 或者是桃园航空公司的柜台 才能买到这个票 这个服务呢 它好像比一般的机票 贵个两千块左右 但是它可以全程的 帮你照顾小朋友 从上飞机到下了飞机 带他去拿行李 然后再送到我的手上 所以呢 这过程是非常安全的 疫情以前呢 台湾它有飞到桂林跟南宁的直行 现在呢都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坐车到广州来接他 那世界上就要花非常多 我真的很希望疫情前停掉的这一些直行 可以尽快的恢复与开通 这样子让我们回家的路 不再那么遥远 与辛苦 现在心情真的非常的激动 我当年接巴菲特都没那么紧张 果然前世的情人还是比较重要的 来了来了 终于看到了 好几个月不见 我儿子好像长高了 包成这个样子 估计其实亲妈才看得出来是他 你先告诉我 有没有很紧张 没有 确定完全没有 没有啊 因为我在车上只在看一天 啊 那你看到我什么心情 非常开心 真的吗 又想我吗 确定 我都没听到 你想吃什么 螺蛳粉 你只想螺蛳粉 可是螺蛳粉要晚上才能吃 现在先吃别的行吗 可以啊 我们去吃肯德基要吗 然后我问他完了以后 他问了我一句 他很奇怪的话 你刚刚问我什么 我说吃肯德基你说什么 你说妈妈你钱带够了吗 我儿子竟然担心我没钱 然后他很贴心的说 然后他很贴心的说 妈妈你不用担心 我有备用 备用金 是不是 紧急备用金吗 天哪 我带儿子吃肯德基 他竟然担心我没有钱 好吃吗 你觉得这里的好吃还是台湾的好吃 这里的就是台湾的好吃 真的吗 只要是肯德基就OK 是不是 你确定你吃得完 好 刚刚芽芽觉得为什么这里还会有吸管出现呢 还有提供吸管呢 那对 这一点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哦 台湾已经没有吸管了 对不对 没有提供吸管 那这边还是会提供 接下来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哦 可以告诉我吗 当你发现不一样的时候 来 买票 好 我今天第一次用的时候 花了20分钟才搞定 这一次让你来试试看 好东西啊 你看一下 我们要到广州南 广州南 你看一下你会操作吗 我今天早上也是第一次用哦 看看你有没有比妈妈厉害 不知道广州在哪里 没有啊 你看字啊 你只要看到广州南这几个字就选择它 对不对 那边没人让啊 走 去那边 OK 你看看下面有个箭头 对对 广州的 有话是广州 广州 这样子啊 嗯 对 然后 微信支付 微脸到 OK 我要尝尝看 哦 你的微信又没有钱 给我装钱 哦 还给我三次 诶 很厉害 还给我 OK 看你比我厉害 诶 你只花了不到五分钟 因为有我 哈哈哈哈 走吧 那边人多 亚亚 这里就好了 这里人少 都一样啊 亚亚你有没有看 亚亚排队 有没有看到箭头 地上有箭头 你知道箭头的意思吗 这个往前 就是这个箭头是往 要上车的 那边 有没有 箭头往下 就是下车的 所以我们上车的人 要站在这边等 才不会挡到下车的人 知道吗 这里是起始站 所以没有乘客会下车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亚亚 珍规的乘车礼 因为今天是亚亚第一次坐地铁哦 我说亚亚你是不是第一次坐地铁 嗯 好像很像 对吧 我这一次是拍四速列车的地方 是什么 四速列车在这里拍 湿 江湿的湿 对 你觉得会在这里拍吗 这很像 每个地铁站看起来都很像 对吧 嗯 对 对 上去你就要找位置坐下咯 找最近的位置就好 谢谢你 拜拜 我们是哪里 你确定 好 要养你回来这边最想吃到的零食 是什么 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看一下 来 泡椒凤爪 对不对 好不好吃 超好吃吧 辣不辣 一点点 一点点 那表示你现在越来越能吃辣了 回来开心吗 在那边辣得很爽 不辣 不辣 你都冒汗了 你看你薄 鼻子上面都是汗 哈哈哈哈 没事 这茶给它拿到 可是很辣 还是很想吃 对不对 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 对不对 女士们先生们 动车组列车全列客铺为 精致吸烟 看到这些山就知道 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这里已经进入广西的地界了 终于要游戳了 开心吗 开心 走吧 Go 走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 芽芽决定还是要先吃完 一碗螺蛳粉再回家 来吧 满足你 进去吧 什么都不想吃 就想吃螺蛳粉 对吧 来 带你去吃螺蛳粉 大家相信吗 这里就是我们的螺蛳粉店 现在已经晚上五 快十点了 连楼上都做了 还有这么多人在吃 就知道有多好吃 好 福祖房都定 福祖房都定 十四号 好 开心吗 这么晚了还要来吃一碗螺蛳粉 很开心 赶快吃 烫 烫 烫吗 吹一下 我没敢要很辣 我让它放最小辣 我让它放最小辣 好吃吗 爽了吗 满足了吗 满足了吗 这个那个 比带装的好吃了吗 我说比带装的螺蛳粉好吃吗 会臭吗 完全不会对不对 我准备把它变香肠吃了 你完蛋了 不要说不够辣 太炭了 加有个鸡爪 鸭脚 鸡鸭部分 吃螺蛳粉的另外一个标配 冰豆浆 好喝吗 冰火两重天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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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终于 好吃吗 你手都要吸一下 我的妈呀 要买 太美味了 好喝 哈哈 你啥味 有个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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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开一个 我没有开一个 你啥 有个木耳 有个木耳 好黑啊 耶 太美味了 太美味了 擁抱一下 擁抱一下 耶 好多人不见了 哎呦 有个木耳 那么高了吗 你看 对耶 真的比婆婆高了耶 是啊 比婆婆高了 天哪 走 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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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